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老挝比较落后 可能跟韩国一样跟少鲜一样的 这边有很多空白市场 以我的了解老挝没有空白市场 来了这一个月的时间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对老挝的这个初始的印象 就是你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来过老挝人 第一次啊 第一次过来 你觉得你来这一个月老挝给你的初始的印象 你觉得是什么样 很有回忆感 这个城市从刚开始 因为我们自驾过来的 就是走北部的山区一路过来 从南部拉邦万荣 这样子到万象过来的话 这个很有一点回忆感 就是我是个80后的人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 小时候的那种 大家住的那种环境 或者那种人跟人的相处方式 然后在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时候 我感觉到印象比较深的一点 就是老挝的当地的人 对于诚信度上面 还是有的 我说的是做小生意的 因为我们不太懂语言的情况下 不太认识当地货币的情况下 说白了我在这一个月 我到现在付钱的时候 比如说十万和一万 或者是这些有时候都分不清楚 但我们可能会给一张 准一点的钱让对方去找 对货品的价值没有 没有语言不同 对货品价值不了解的情况下 对钱的不认知情况下 可以说我没有发生过老挝人 错找我们钱的情况 他们在给你找钱的时候 都会一张一张的去教你 然后都会用老挝语告诉你 或者用肢体语言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多少钱 对这个在老挝 他们以前让我觉得很惊讶 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小时候 也在我们农村经历过 就是啥呢 我在外向客户找我买了一个手机 啊 他直接先把钱打给我 嗯 我因为我只是网上一个卖手机 他就直接可以把钱打给你 然后呢 更奇葩就是 他指定你把他送到车站 不说你放在那个大货车上 对 他会给他带到乡下去 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是放在国内 现在这个要是你干嘛呢 是的 你先打钱给一个商家 商家说我是搞个什么大货车 给你烧过去 是 我搞老挝 他这个是在老挝目前还是 除了跨地之外 我觉得是在车上啊 很慎心的 普遍的现象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能说明 他们的这个人的诚信度了 这也是 更延伸的一点就是 待了时间久了一点了 就会发现一个思维简单 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这边相对来说的话 思维是还是比较简单的 你给我货 我给你钱 呃 不够杂是吧 我相信就是你在这时间上了 老挝人他是明码标价的 他应该是很忌讳你跟他去还价 他觉得他定这个产品的价格 他是考量过的 如果说不像中国 哎我买东西可能是需要还点价啊 或者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的时候 是觉得这个交易方式反而是更舒适的 对这个就不累嘛 比如说不会再累不会再说啊 我今天买了是不是买的贵了 别人家便宜一点 其实要去内比一下 因为产品各个产品的话 每家的定价或许有差别 但是他是有道理的 这点我不知道 是的在老挝人那边 以我刚才说我自己有个毛病 我喜欢讲价 因为我自己我拍视频的时候 经常跟那个粉丝 我说金老我以后再也不能讲价了 其实老挝人他很想 有一点这种啊 对他的东西给你一个余地 就是比如说九万五的东西 那五千啊 他是可以给礼貌性的给你优惠掉的 但是你如果九万五上来砍一下四万五 人家直接给你一个白眼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接下来就是 这个地方没有国内所想上的那么差 尤其人跟人的关系 尤其安全的度上 我其实特地还去搜了一下 这个你回去可以就是也关注一下 就是全球的这个安全指数排行 我经常跟国内在通电话 人家都会说你在那还好吗 腰子还在吗 我有时候都在开玩笑 我说这地方就是有点废腰子 腰子没事 就是在开玩笑讲这种事情啊 其实每个城市每个国家 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客观的判断 你说像我在这生活这么长时间来说的话 游客多 因为它毕竟是个旅游神社 你像我们在街上随速可见的 都是欧美人或者各个国家人 在这做背包客在这做旅游 游客多的地方 那你现在走在老沃大街上 有没有这种不安全感 那真的担心我后面有个人把你自己绑了 有这种感觉 来之前会有过预判 也会做了一些功课 就说比如说有可能会有摩托车比较多吗 比如说打电话会抢手机的情况 或者背包的这种陈丁包的情况 或者说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 会心里做过预判之后 平时在在生活中一定会注意安全 比如说背包尽量不背包 背包放前面 手机尽量抓手上或者放口呆你 或者是这样 不要去陌生的地方 不要说走太偏远的路 但是以我的日常的安全意识来说 我走在大街上一点不怕 对 基本上你在国内感觉也是这样 对啊 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房子 对我保护意识吗 有保护的前提 我觉得当地人佛教国家 毕竟是佛教国家 还是相对于比较乐于助人的 虽然我也听到很多负面的 接触说有人对老沃人的评价 可能比较难散啊 或者说可能比较没有 没有那个积极心啊 或者还有一些不好的评价 但是以我的判断上来说 所有的老沃人难散 爱喝啤酒的贴气 我是理解的 因为我来的时候 是正好雨季刚开始 关门节 连着 刚来的时候是连着一直在下雨 对不对 像我们作为游客 或者作为这种短期的来说 下个雨三天五天十天还能忍受得住啊 你说老沃人他常年的经历说 一下雨季三五个月 他们没想做事 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那他不休息干嘛呢 他没机会 没机会清朗 是不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 雨季刚过完了之后 就就也没过完啊 就这两天可能中途 会有几天天气放晴了嘛 那就面临着 立马就是紫外星飙升的高温天 高温对 你说这个高温天了 那后来我就再想一个问题 就是用我的眼睛看到的去想了一下 我下午两三点钟出门 马路上是没有的 所以说总体上面老沃来说的话 是一个我认为幸福之处比较高的 我经常在这个地方可以说低成本的去享受到一些快乐 比如说喝杯咖啡来说 我一直在讲老沃咖啡很便宜 一般正常的可能外面一万七八两万两万五三万左右 就基本上这个价格十块钱十块钱左右一杯 十块钱左右 但是他咖啡店给你提供的服务 可能你可以在那安静一下午或者安静一天 而且是真的安静 比较舒适 像空调啊 对 那你老沃那边有没有给你 让你最忍不了的 或者你觉得让你觉得在所有的印象中印象最差的 问一下一个有没有 立马出现在眼前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待的时间久一点 会去面临着食物的采购的问题 我第一次去菜场的时候把我惊呆了 就是我们先可能去超市 就是正常的超市环境非常好 OK没问题 想玩想中心的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去长期的再去菜场 体验一下的时候 第一次去菜场 有朋友介绍说这边牛肉很便宜 就把我带了卖牛肉的摊子上面 我不瞒你说那个场面可能在国内 我小时候都没见到过 就是肉上面可能全是苍蝇 啊就是那个 那个绿苍蝇是吧 是不是是不是 是 老我这个很正常 然后问题是那个苍蝇就是说 他还是很肉无奇事的就是把肉扒一切了之后给你 然后我一直在反复确认 我说这个可以吃吗 然后他们就说没问题 回去烫一烫洗洗就水 所以说你要把我印象最深最不能接受的 第一个可能立马浮现的就是那幅画面 但是其实在日常吃饭的过程中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城市毕竟是首都 外上毕竟是首都 具备了首都的所有属性 你看各国的领事馆 各国的银行 包括像老挝国立大学啊 东都大学就这些 该有的城市的属性它有 而且老挝这个城市并没有所说的那么贫穷 相信店长在这边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边的有钱人比国内的很多有钱人更加高调和更加的张扬 对而且是普遍存在的这个现象 而且他是真有钱 真有钱 他不是吹牛的 他能想见豪宅 一见见个 几十亩可能都算小的几百亩 上千亩的可能都比比街市的这种 是不是 所以说他毕竟是城市的首都 很多人评价说 就是包括我们看的一些国内的做的功课 老挝可能比较贫穷啊 或者比较乱呀 比较有危险的事件发生 我觉得这三件事情上面我来就是很难我的感受 第一个比较贫穷 老挝可以说相对贫困 可能山区或者是 呃 村民们 可能还是停留在 交通不发达物流不发达信息不发达年代 但是他们的幸福感很高 我觉得有钱不兵不兵快乐 我在山区里面看到很多孩子哪怕就光着脚在路上走 但是他脸上的笑容是真的 就是你刚才前面说的 就能感觉能找到自己童年的那种快乐 是吧 我有时候进来为什么喜欢 你看他们一下子跳到水里面去跳到河里面去 或者是看到一个我们比如说外地的人 他们就会很洋溢的那种笑容 这是第一个是贫穷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安不安全的问题 我觉得老挝当地人还是比较顺乎比较那个的 反正出门在外做好自身自身的保护 毕业的保护意识还是对这一定是不能放松你 像我一直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护照啊 个人的身份的重要的信息啊这些 一定会有一个意识去妥善到保管好 包括出门这种这种这种带现金啊 或者有各方面的一定个人财产要保护方法 对第三个就是这个国家我觉得真的 蛮值得来这生活的来生活 对当然旅游也是一方面啊 对还有很好的旅游资源 老挝有非常非常好的旅游资源 我说白了狼毛拉帮那个叫蟹湖 呃蓝色蟹湖蟹湖的话那种景点在国内 国内旅游其实不缺景点 也不缺自然风光 老挝更多的他没有景点都是自然风光 但是可以让你享受自然风光 他就是 他的这怎么说呢 可能商业氛围没那么重 对 商业氛围没那么重 景区的门票可能一开始就老挝大部分的景区门票 可能也就在2万3万5万最多吧 10块钱吧 也还是10块钱一类的 而且他能在里面 比如说那么好的瀑布的景观 可以让你去享受一下 你可以跳下去游游游啊 跳下去游游啊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可以泡一天没问题 对对对 然后南部拉邦的这个对我印象感受很深的就是清晨的布施万佛之都 它整个城市来说的话可以算一个理想的旅游目的地 而且南部拉邦适合在那边三天五天十天或者更长 我觉得如果在在老挝选一个旅游或者是短期度假的我也会首选南部拉邦 南部拉邦 因为他那里的那种文化氛围也好 还是说当地的这种环境啊 各方面应该是老挝最最经典的一个地方吧 对 他既有古城的风韵 因为有现代城市他该有的配套 对有 这是这是这是很高的认同 对对对他有文化旅游的底蕴在里面 但是有完善的商业配套 对还有先雇了一些休闲度假 有的人可能旅游我即使要看风景了解人文我也想是放松心心 你像南部拉邦那边的比如说有这种老挝的按摩店或者是变态式的按摩店 可能也就在10万左右人民币40万一笔吧 对40块钱不到就能享受到一个小时的按摩 这个可能说旅游性价比跟国内是完全接近的 你们当时自驾过来那边几个城市都下来玩了一下是吗 基本上都去的乌多姆塞 从那个从北一直往来看 从北从摩丁 摩丁 然后乌多姆塞 然后这个南部拉巴 万荣 然后到万象 对对对 那您那您作为一个怎么说呢 国内的就是职业的投资人也好 没有没有没有 您来老挝的一个考察那边的市场 也给我们网友分享一下吧 就是您作为一个投资人的脚步 我不能讲投资人 就作为一个想来老挝发展的人吧 这这样应该可以 对对对 分享分析一下就是说 你目前这个老挝的市场你感觉 您这是看了有哪些收获或者是有哪些见解吧 给大家分享个几点啊 来老挝的主要目的是想 第一个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个情况 各个方面的 比如说人文啊或者是经济啊或者是市场 各方面的情况 在这呆了一段日子 总体上面来说 就是第一老挝的市场容量 不要有太大的认可 老挝总人口现在目前2022年的数据 大概也是在800万不到 700多万800万不到 这个市场的容量可能在国内来说的话 一个中型城市吧 中大型城市的一个规模 但是这七八百万是分散在老挝的所有的国土面积里 它的城市相对于城市化率还是比较低的 可能城市的人口 像万象这边的城市人口 连流动人口加起来也是在200万不到 100多万的这个水平 所以说任何一个产品它是有量的基础 老挝的消费群体来说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市场容量的问题 第二个不要再想着老挝是80年代的中国 什么生意都好做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啊 老挝比较落后 可能跟韩国一 跟少鲜一样的 呃这边有很多空白市场 以我的了解老挝没有空白市场 生活一时住行 包括生产的各个环节 一定有人在做这件事 就是没有空白市场 只有迭代和升级市场 可能说这个产品 我们以国内发展的 比较进步的眼光来看的话 在某个产品上面 是可以做升级和迭代的 但尤其要切记不能迭代到中国的那一代 迭一个自身代就可以 或者自自身代就可以 略微的提挡升级 更适应它当地人的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 对于老挝的这个就是大的发展上面来说的话 不能盲目 就市场是有培育的我觉得 我觉得老挝在将来一定会赢上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但是这个发展有多快 一方面可能要看一下当地政府的做不作为 更多的可能它身上依赖于外国的元件 但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说的话 我觉得依赖于外国元件 元件的速度不会太上以前那么快 那你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意外的收获 就是关于投资商务考察这些 有没有觉得本身国内我想的是这样的 来的时候发现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非常好 就这个里面我找到了一点 就是老挝可能老挝在我观察中 老挝有很多的空白资源市场 并不是说传统的那种食物的矿产啊 或者这些资源 可能生活点点方面 在老挝的经济体制下是比国内更容易去实现资源的掌控和经营 老挝本身它自有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一些一些点位啊或者市场啊这些的资源 因为老挝这边它第一个是私有制 它不存在上国内会有一些公有制或者出身盘 盘盘复杂的环境 它这边相对于比较简单一点 我看中你的东西我付你钱 这个东西就可以给我使用 就可以拿到了啊 不管是土地还是楼 对对对对是这个概念吧 对吧 它这个这个操作的便捷性来说的话 可能会比国内的这种成本要低一点 第二个老挝这边对于土地上面来说 我并没有太多的期待 没有太多的期待 最有收获的一点 老挝人做生意还是回归到这个 非常简单 在国内你要租一个房子 打个比方在国内你要租一个房子 可能是要谈一下子 我是月付继付年付或者半年付 或者是下期怎么付 老挝人就是说他这个很简单 成长见证是成长见证完了之后 然后你想租三年 那你就交两年租金给我 想租五年就交三年租金给我 你想租十年那你交六年租金给我 我收到你的钱房子就给你 对对对 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他们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对对我觉得就能撇除 很多的干扰和不确定性 也是正因为这样的简单性 所以说很很有可能会很把很好的资源 就尽在自己收拾 那其实这个这个我觉得是很正确的 你比如说国内可能还要跟你说 签什么合同和合约 还有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 实际上老挝很简单 你给我钱了 我就给你使用权 我交的钱呢 我就有我自己的权益我也能保障 就很简单 大家都是平等的公平的 这个所以说在这边做生意 你这买地也好 还是租地也好 租房子 就很简单了 没有那么多的风险在里面 实际上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那一套的话 很多东西还是有风险的 一旦是一定是有风险 就是 还有一方面就是有很多无味的经历上的支出 对你说打个比方店长我两千份合同 我法务审完你审 你法务审完之后我再审 对不对 其实有些简单的事情还是简单做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不知道吃多少顿饭才能解决 老挝不用 不用不用 是不是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老挝整体来是相对于比较可视的 嗯 就像我们学到到老挝来学的第一句话是 sabade kubadai 就一定是很可视的 很礼貌 很礼貌的这一点 而且他不吝啬说这两句话 对对对对 很多这个环节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点不好意思了 但是我们现在也养成这个习惯了 一定会 接东西啊 哪个东西都是不说这句话的 对对 本能不说这句话的 对对对 在国内可能都大家觉得很无所谓这个事情 还是有一点礼仪啊 有点礼仪啊 他们比较注重这个 对 你看那些女生啊 他见到男士 他都会稍微回避一下 或者远一下 这个世界上面吧 每个城市好与不好用心体会 蛮好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去 觉得东南亚的老欧国家是一个很危险的国家 从我的看待来说 您您这一分享的话 待会等会又有人说哇 电脑又请个拖过来了 所以不会不会 实际上这个就是说 完全不会 只是一个朋友 我们来 只能说来的人才知道 我是你粉丝 所以说来之前因为我也是受到这种很多负面的信息的去影响 包括我家人都会很担心 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去待一段时间 但是我做功课的时候是 其实大瑶和您 我是经常去关注的 谢谢 所以说来到这边 我们也是坐下来聊一聊 哈哈哈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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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